欧洲时报记者沐红报道,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西班牙死亡人数超过新生人数数量达到了1941年以来最高水平,西班牙面临新生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稀缺的紧急问题。 然而,这一社会问题不仅先于西班牙,整个欧洲都形势严谨,政要人物无字化,人口老龄化,欧洲人的排外先例和鼓励生育政策,治标不治本,等现象,都加深了上述社会矛盾,不能生孩子的病可一致,但不愿生孩子心急却难以对症下药。 罵德里社区,孩子们放学后在儿童游乐区玩耍,欧洲时报记者堂上验射,不愿意生孩子的欧洲,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实也确实如此,欧洲各国领导人带头不生孩子,也成为民众争相效仿的榜样。 今年来月,欧洲各国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高龄手台率,在短时间内根本难以。 记者调查发现,欧洲有一个惊人的现象,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英国首相特雷沙梅欧,法国总统马克罗,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都没有生育小孩。 在放眼面积小的国家,荷兰首相马克旅特,瑞典首相斯蒂凡洛夫安,鲁森堡首相格扎维埃贝泰尔也没孩子,其中贝泰尔还是一名同性恋政之家,在2015年和自己的比利时同性伴侣举行了婚礼。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的国家领导人公开出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并岛前总理约翰那些鱼尔扎多蒂和比利时前首相埃里奥卢波都是同性恋政之家,结婚不愿意生孩子,同性恋无法生孩子,欧洲上曾经因正要的无子化倾向在无形中成为时尚,不断影响着社会普通民众的生育观念。 本报记者分析,当人的距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达到一定水平时, 人类会清楚地看到养育一个孩子所需要付出的情感与物质投入。 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只愿意享受性行为带来的快感,于是在避孕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能有效规避生育,所要付出的一切代价。 对于这种观点,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著作性,也和民主艺术中早有阐述,性在今天得以被发现,改发和用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发展。 他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或培养的东西,而不再是被个人视为注定的食物状态,而接受的自然条件。 在一种可以被调查的意义上,性似乎发挥着自我的一种可断性功能。 是身体,自我认同和社会准则的一个基本结合点,吉登斯在书中进行了大量论证,认为纯粹关系最终必将帮助两性平等、个人自治、生活政治民主化、激情的私有化,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颠覆性影响。 具体的表现就是当下大量欧洲人认为,享受人生才是王道,只求自由与平等是正确价值观。 但是,欧洲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存在人口危机,不断萎缩的人数,需要大量外来人口来填补。 放眼整个欧洲,生育率逐渐下降,已经是不可抗的事实。 2018年5月,欧盟医疗卫生组织的10%女性,生育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欧洲女性首胎年龄为29岁,其中20岁以下首胎女性占5%。 40岁以上首胎女性占3%,欧洲年轻女性不愿生子。 高龄拍摄成为欧洲整体趋势。 西班牙人口再生基金会, Fan de Chien, René Chiemiento, Damiq and Zico主席亚利亚德罗马卡龙, Aleandro Mokeln在今年4月公开表示, 西班牙的人口出生率低到让人无法想象。 1989年至2014年期间,西班牙是全球平均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2010年至2014年期间,在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中, 西班牙占了5个,分别是阿斯图里亚斯、加纳利群党、加利西亚、卡斯蒂利亚、莱尔、堪塔布里亚。 截至2016年,西班牙女性首胎平均年龄,已经胜胜至40岁。 生育率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而西班牙目前有3个或更多个24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仅占西班牙全部家庭总数的8%, 于意大利持平,欧盟国家中,多子女家庭数量最少的,则是葡萄牙的6%和保加利亚的5%, 于是,引进移民成为时下欧洲的热议话题,但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析巨大, 在引入移民这一社会议题中,各政治党派博弈混乱,针对移民们与难民或多而多次引发政治口角。 社会上,低收入、低学历的一部分欧洲民众,认为外国移民的到来,会瓜分本应属于自己的社会福利, 有自私生心理防备,也引发不少社会死者。 有专家认为移民是西班牙人口危机的办法之一,西班牙国家暴。 靠眼进移民帮西班牙造人,不难看出,西班牙的人口问题已经相当严峻, 出生率率币外,死亡率也在上升。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在今年6月份,发布了一份数据, 2017年西班牙死亡人口为42、3643人。 这是1941年以来,西班牙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比2016年增长的2.3%,也是首次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 2017年在西班牙出生的婴儿总数为391,930人。 死亡人口超过新生人口,31713人,达到了1000人中死亡率为9.1%的最新纪录。 此外,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华金阿兰哥·沃克恩·阿兰哥表示, 在2000年至2010年间,西班牙虽然曾迎来移民的热潮,大量外国移民及妻子女的到来,改善了西班牙的人口是很难其。 但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这种改善的趋势从傍患到停止。 2013年至2017年间,西班牙流失了约70万人口。 更为严重的是,巴塞罗纳自治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尼·维特·帕尔·莫埃特指出, 出生于1960年,的人已经年于60岁,更年长的人几乎都处于退休领取养老金状态, 缺乏劳动人口的趋势在短时间内很难缓解。 现在,西班牙女性手态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0岁, 且工作的不稳定性与经济的不安全感,还在加重挽运趋势。 此外,高失业率与不断增加的临时性工作, 也是推迟女性运产年龄的另一重要因素。 米雷克总结道,一个国家出现的人数总是以经济稳定发展, 省与政策得到以及良好的公共福利解密相公大, 但在西班牙这种举措从未存在过。 然而,仍有人持有乐公态度, 物欲报报道, 西班牙财政责任独立机构认为, 西班牙不会出现日本式老龄化, Jepon Version N。 该机构预测, 在未来30年中, 西班牙人口将不断增加, 每年约有25万外国人移居西班牙, 但2050年, 西班牙全国人口将超过5000万人, 如果按照该机构的预测, 等于是把西班牙的未来赌, 在了外国移民人数上。 可西班牙真的能够, 或者说愿意接纳如此之多的移民吗? 目前, 西班牙老龄人口数量不断上上, 西班牙国家报, 欧洲范围那台式移民心理正在蔓延, 拓展报报道, 意大利已经严肃表示拒绝接收更多移民。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关闭边界, 拒绝从东欧永津的难民, 德国本是人道主义关怀的倡导者, 目前是欧盟内部接收移民, 与难民最多的国家, 但越来越多的德国人, 开始对政府举措持反对态度。 今年7月31日, 德国权威民调机构NC域情研究所, 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因移民难民政策分析严重, 德国总理穆克尔领导和联盟党, 支持率将至2006年以来最低点。 布鲁塞尔认为, 外国人进入欧盟, 多是由经济, 环境, 政治及社会因素的多方影响, 从历史经验来看, 经济相对繁荣, 政治相对稳定, 但欧洲对移民和难民的接受量更多。 相比2016年, 欧盟范围内移民, 人数增加了4%。 与此同时, 申请庇护的难民人数, 总数为73.5万人, 同比2016年减少了43%。 在西班牙, 2017年年底的数据显示, 来自第三国非欧盟那部成员国, 被移民总人数高达250万人, 相比2016年人数增加了0.1%, 而难民的申请数量猛增了97%,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年底, 西班牙全国范围内共有466.59万外国人, 2017年先增外国人53.2万人, 同比2016年的41.4万, 增长率高达28%, 其中协助增长的是委内瑞拉人。 2016年西班牙境内的委内瑞拉人, 有63268名, 2017年则增至9万1228名。 移民与难民, 现在已经成为欧盟面临的最大社会矛盾之一。 数据显示, 老欧洲正在继续老下去, 解决办法之一, 就是增加外来人口, 尽最大可能维持社会活力及经济生产力。 但与此同时, 严谨外国移民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再者, 在引入这一举措下, 很多抵达欧盟的移民, 往往来自建巴巴国家湖地区。 因数教育程度, 文化习俗, 宗教背景不同, 可能会和欧盟各成员国, 的本地居民发生或大或小的冲突。 因此, 相当一部分欧洲人产生排外心理。 比如, 瑞典在1970年后, 大规模开放移民政策以来, 著名工业城市马尔默不断接纳外国人, 现在当地穆斯林占成是总人口的25%, 尽管大多数穆斯林都强调自己在阶级融入瑞典社会, 但仍有批评声音, 表示瑞典的马尔默已经消失了。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英国, 从几年前开始, 穆海默得成为英国人数第一的人民。 据一些林萨统计, 欧洲各国一些大城市, 穆斯林居民比例相当高。 法国满塞的穆斯林占当地总人口的25%, 其次法国巴黎, 英国曼彻斯特, 比利时, 安特韦夫超过15%, 伦多尔, 法兰赫夫, 哥本哈根, 北也纳, 阿姆斯特丹, 也超过了10%, 西班牙伊斯兰自治联盟编写的穆斯林人口研究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 西班牙穆斯林居民种人数, 高达190万人, 足迹国卫摩洛哥的穆斯林将近70%, 其余则来自巴基斯坦, 塞内加尔, 阿尔吉利亚和尼利利亚, 他们当中42%的人都拥有西班牙国籍, 对此, 随会中有人反讽道, 1492年, 基督徒用了将近800年, 收复为伊比利亚半岛, 这才过了500多年, 穆斯林又打回来了, 在西班牙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的当下, 以穆斯林居民, 为代表的外国移民人数不断增长, 他们的第一代移居欧洲后, 开始不断担演后代, 他们不计较生养后代的成本, 其核心原因就是瞄准了所在国, 如像西班牙这样的福利国家, 对大家庭提供的高福利政策, 西班牙网红的都里在网上晒全家福, 这对夫妇有六个孩子, 西班牙加利西亚之声, 西班牙大家庭政策福利虽好却略显尴尬, 西班牙卫生社会服务集聘等部, 2016年最终数据显示, 目前西班牙全国范围内一共存在67.6万个大家庭, 其中拥有四个孩子的大家庭减价10.4%, 五个孩子的大家庭占2.2%, 六个孩子的大家庭占0.5%, 七个孩子的大家庭占0.2%, 成为大家庭的主要条件是被法律所规定的, 一对父母拥有三个或更多子女。 此外, 根据2003年生肖的大家庭补充法令, Lay, De-Familia, Numerosity E-2003, 如果拥有两名子女但父母, 其中一人, 有至少33%的残疾程度, 也可获得大家庭的属性认定。 值得一提的是, 近些年来, 西班牙大家庭数量的增长, 几乎全部反映在外国移民群体中。 2018年前9个月的数据显示, 新增大家庭中29.5%, 都是外国移民家庭, 根据西班牙大家庭保护法。 Lay, De-Protection and a Loss for Million, Numerousis的定义, 旅至西班牙的外国移民大家庭, 享受与西班牙王国大家庭同等待遇, 而这也正是许多外国移民, 牵去西班牙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西班牙现行的Lay 42003号法令, 西班牙大家庭福利补协政策的获得, 首先要通过认定, 之后或官方发放的大家庭卡, 看Individual, Doubt to or De-Familion Numerousis, 想通过认定及获得卡片, 需要提供如下文件, 一,户口本, Libro De-Familion, 原件及全本复印件, 按所有家庭成员身份证或者居留卡, 三, 胆信大家庭申请者, 需携带分居, 离婚或伴侣死亡证, 四, 如子女不与父母居住或父母双亡, 需提供证明文件, 即当下子女监护员身份文件, 或监护机构资质基金营链证, 五, 家庭成员中如有残疾人, 需提供证明文件, 六, 家庭成员中如有失业症或低收入者, 需提供证明文件, 七, 家庭成员中所有子女的出生证明, 八, 填写好的大家庭抢申请表单, 住, 目前, 西班牙中央政府, 将此类民事行政管理权力下放置各自治区, 所以, 西班牙各地大家庭, 抢的申请材料略有不同, 申请的家庭可在当地政府办公厅咨询, 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抢发利亚镇, 两名女孩玩滑板车, 新华社, 那么西班牙的大家庭政策究竟有哪些福利呢? 拥有大家庭成员身份者, 在换报身份证与护照, 十年交手续费与聚奖费, 在税收优惠, 水电费, 工作假期及盛保, 教育, 住房, 购车, 公共交通, 休闲娱乐, 民间消费福利等方面有福利补贴, 而这些福利则吸引着不少外国移民人员不断的生儿育女, 外国移民的人口出生率和西班牙人的人口出生率,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 尴尬的是, 不少西班牙人在抨击外国移民官方政府提供的福利的同时, 又对政府鼓励生育的高福利政策是而不见, 可西班牙因人口问题而滋生出的各类社会问题, 熟人口老龄化, 劳动人口短缺和养老金压力等, 都急需得到解决, 矛盾的点就在于, 想要在短时间内有效的解决上述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引进外国移民, 因此, 要想拯救不愿生孩子的西班牙, 依旧是慎重而道远。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